如果和中国这样搞两败俱伤 美国本来是世界的霸主 那中国决战之后 一定会从世界霸主的位置上给跌落下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经常是口若悬河 他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 又大言不惨了 说什么呢 他说美国10%的现役部队 这些兵力占美等级是很高的 四天之内说马上就可以调走 随时就可以用 而60%的兵力呢 能在30天之内部署到全球任何地方 为什么他这么夸张呢 有些地方他可能说到是事实 美军兵力总共有多少呢 是146万 当然了还有80万的文职人员 还有百十万的国民警卫队 他没算上这些兵力 即使说146万的现役部队人员 按60%的这个比例来计算的话 确实有80多万是可以调兵运用的 按说呢 这个能力不低 不要说80万 得那些中小国家弱国 可能有个几万 最多有个二三十万 他就够用了 比如说当年对阿富汗 对伊拉克 他也没有用上80万的兵力 也就是十几万二十万 就解决问题了 不过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一方面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作证的时候 说给那些国会的老爷们听的 但那方面其实呀 是说给中国和俄罗斯听的 特别是说给中国听的 因为他最近一而再再而三的声称 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作战的准备 那么这个80万 有没有可能投入到东亚地区来 与中国寻求作战呢 可能他有这个想法 可是呢 他根本做不到 之所以做不到 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他不敢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美军的战略重点 其实也不光是东亚台海这一块 在欧洲 他必须保持兵力存在 根本就不敢把那个地方的兵力抽真空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有可能地区性的强国 欧洲的对手 俄罗斯会趁机崛起 所以呀 这是不符合他战略利益的 他不敢这么做 把所有兵力全部集中到东亚南 其二 他这么做 弄得不好呢 是给中国送人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80万兵力 在一二岛链 根本就生存不下去 美国现在不是要部署那么多兵力到一线来 而且呢 是从一线 把这些兵力往后调整 要离开日本 甚至离开关岛更远的地方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防止中国全部歼灭这些兵力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把80万兵力全部部署到这些地方来 即使他有能力能够囤兵 他也不敢这么做 第三 如果美国把所有的主战兵力都调整到中国方向来 与中国进行寻求决战 这实际上是美国再度自己的国运 咱们先不说输赢 可能弄不好是两败俱伤 中国损失也会很大 但是一定要注意 如果和中国这样搞两败俱伤 美国本来是世界的霸主 那中国决战之后一定会从世界霸主的位置上给低落下来 他愿意这样干吗 他想不到这样的后果吗 永远就不可能做世界所谓第一强国了 这也是美国不愿意做的 所以这个所谓随时可以调用80万大兵进行大规模作战 其实这是一个总体能力的叙述而已 一定要注意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方案 所以那些台独分立分子 不要以为这个80万大兵随时能用 就是对台湾的支持 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根本也没有前景 好 这个话这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网易军事评论 下一期再见